哪种油对身体最健康,橄榄油吗?不想催化癌症,二种油要少吃。 小餐馆的招牌菜是各种炒菜,色香味俱佳,引得路人纷纷驻足。 然而,随住时间的推移,常来的顾客们开始注意到一个共同的问题, 他们的健康指标似乎有所下降。 医生的一致建议是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。 这不禁让人思考究竟哪种油对身体最健康,橄榄油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样是健康之选。 而在追求健康的同时,我们是否也在无意中催化了癌症的风险? 一、油的选择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 在日常饮食中,油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,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同时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。 然而,并非所有油都对身体有益。 一些油在加热时会产生有害物质,而另一些则因其特殊的脂肪酸组成而对健康构成威胁。 国家食品营养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显示,不同地域的菜系在用油量上差异不大,平均每100克菜肴用油量为8.1克。 这个数据说明油在中国人饮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。 因此,选择健康的油。 对于维护长期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 油脂的健康影响与其含有的饱和脂肪酸。 单部饱和脂肪酸和多部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密切相关。 摄入太多饱和脂肪酸可能会升高,患心脏疾病和肥胖的风险。 而单部饱和脂肪酸和多部饱和脂肪酸则是心脏的好朋友,它们能帮助调节血脂。 另外,油烟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。 长期吸入会刺激呼吸道,甚至诱发癌症。 因此,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烹饪习惯且健康的油品变得尤为重要。 2.橄榄油的优点极局限性。 橄榄油以其丰富的单部饱和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而闻名。 被许多健康专家推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。 研究显示,每天摄入一定量的橄榄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。 例如,每天摄入20到30克的橄榄油,能够有效维护心血管健康。 另一项研究表明,每日摄入7克以上的橄榄油,还可以降低患多种疾病的死亡风险,包括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。 然而,橄榄油并非完美无缺。 在中国人的炒菜习惯中,橄榄油的优势并不明显。 高温烹饪会破坏橄榄油中的抗氧化成分和不饱和脂肪酸,减少其健康效益。 此外,橄榄油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群。 例如婴幼儿,因为其营养组成与孩子的发育需求不符,在谈及食用油对健康的影响时,不得不提的是长期摄入反复食用的油对健康的潜在危害。 食用油在高温下反复食用会使其甘油三脂断裂。 油里的脂肪酸氧化增加了致癌物丙息全的水平,这可能加剧癌症的转移风险。 因此,即使是被认为健康的橄榄油,也应避免反复高温食用。 橄榄油在确保用量适宜和避免高温反复食用的前提下,确实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用油。 然而,考虑到成本和适用性,它可能不是每个家庭的最佳选择。 其他乳茶籽油、大豆油等也是健康的选择。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使用它们。 三,其他油类的特点与选择建议。 在橄榄油之外,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食用油。 它们各具特点适用于不同的烹饪方式和口味需求。 茶籽油是一种相对较为健康的选择。 它富含单部饱和脂肪酸,同时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和多分类物质。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。 茶籽油的烟点较高,适合高温烹饪,如炒菜和煎炸。 大豆油是另一种常见的食用油。 其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液,有助于降低血脂和维护心血管健康。 大豆油的烟点相对较高,适合各种烹饪方式,包括炒菜、煎炸和烤制。 相比之下,花生油虽然价格较为经济,但其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,长期摄入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此外,花生油的烟点较低,不适合高温烹饪,容易产生有害物质。 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用油时,除了考虑其营养成分外,还应该考虑其烹饪适用性和口感。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,可以根据不同菜品的烹饪方式和个人口味需求,选择合适的食用油,以保证食物的营养和健康。 四,油的烹饪方式与健康风险。 油的烹饪方式对健康影响巨大,在高温下,油会发生氧化反应。 产生大量有害物质,如饼锡泉等致癌物质。 因此,长时间榨汁食物或者重复使用油会增加这些有害物质的摄入量,增加患癌症的风险。 此外,不同的油对于不同的烹饪方式也有其适用性。 例如,橄榄油和茶籽油适合高温烹饪,而大豆油则更适合中温烹饪,如炒菜和煎炸。 选择合适的油和烹饪方式,可以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,降低食物对健康的危害。 另外,避免长时间使用同一份油也是保持健康的重要策略之一。 油在高温下反复使用会使其分解产生更多有害物质,增加食物的毒性。 因此,及时更换油并避免重复使用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 选择健康的油和适宜的烹饪方式对于保护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 通过合理搭配油品和注意烹饪方式,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同时,保持身体的健康。 5.建议。首先,选择食用油时,应优先考虑其脂肪酸组成,特别是单部饱和多部饱和脂肪酸的比例。 这些成分对维护心血管健康尤为关键。 例如,橄榄油和茶籽油都是优质的选择,因为它们富含心脏有益的单部饱和脂肪酸,同时含有抗氧化物质,能够帮助抵抗慢性疾病的发展。 其次,消费者在日常烹饪中应注意油的使用方式,避免在高温下长时间使用同一批油,以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。 例如,使用油进行煎炸时,最好不超过两次使用,以保证油质的质量和减少有害物质的摄入。 此外,尽量使用具有高烟点的油进行高温烹饪,如茶籽油和高品质的橄榄油。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烹饪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。 鉴于不同油品的营养特性和烹饪适用性,家庭中可以根据不同的烹饪需求配备多种油品。 例如,橄榄油适合凉拌或低温烹饪,而茶籽油和大豆油则更适合于高温烹饪。 通过这种方式,不仅可以享受到各种油品的健康益处,还能丰富食物的风味。